背头顶着十度的寒风 安定判处所所长陈坤摩及远景 忙着分送白米米粉等民生物资 要分送给78户的弱势家庭 蛮感恩的 感谢他们 这些弱势家庭 平常在远景家户查访时 就相当的关心 除了通报是政府协助申请急难救助 安定所今年首次结合了 三星人士陈静福先生 募集了白米米粉及香肠等民生物资 希望给予更多的关怀 捐助这项爱心活动的陈静福先生 经营古文物的生意 在家人里内相当的知名 能够将收藏的古物衣卖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